《猎王记下》第十七章 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第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和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九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亚述王萨曼以色上来攻击他 他就沉浮于他 并且向他进贡 后来 亚述王发觉和西亚阴谋反叛 他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索 并且不再向亚述王献上贡物 像过去每年一样 亚述王就拿住他 把他囚在牢里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 并且到撒玛利亚来 围城三年 和西亚在位第九年 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 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 喜致他们在哈拉 在哈伯河和哥赞河一带 以及在马代人的各城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 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敬畏别的神 他们随从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 以及以色列诸王奉行的风俗 以色列人也说了亵渎的话 顶撞耶和华他们的神 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 从少站到设防城 为他们自己建筑秋坛 又在各高山顶上 和每一棵清脆的树下 树立神柱和亚瑟拉 他们在各秋坛上献祭和焚香 好像耶和华从他们的面前 掳去的外族人一样 又行恶事 使耶和华发怒 他们又服侍雕刻的偶像 耶和华曾警告他们 不可以行这事 耶和华曾借着他的众先知 和仙剑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 谨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律例 就是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 和借着我的仆人众先知 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 可是他们不听从 反而映着自己的景象 好像他们的祖先 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 和他与他们的祖先定立的约 以及他对他们的警戒 却信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 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 耶和华曾吩咐他们 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 他们丢弃耶和华 他们神的一切吩咐 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助相 又做亚瑟拉 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 和服侍巴力 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 并且占卜 行法术 出卖自己 去行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使他发怒 于是 耶和华向以色列人 大大发怒 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连犹大人也不持守 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吩咐 随从以色列人所行的习俗 耶和华就厌弃 以色列人的后裔 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 抢掠他们的人的手中 直到把他们 从自己的面前完全丢弃 因为他自从使以色列 从大卫家分裂出来后 他们就立了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做王 耶罗伯安却引诱以色列人 不去跟从耶和华 又使他们犯了大罪 以色列人就随从耶罗伯安 所犯的一切罪恶 总不转离 以至最后 耶和华把以色列人 从自己的面前赶走 就像他借着自己的仆人 众先知所说的 于是 以色列人 贝鲁离开自己的国土 往亚述去 直到今日 亚述王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 和西法瓦因 带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做产业 住在他的城市中 他们开始在那里居住的时候 并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 耶和华派狮子到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好些人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 弥索鲁去 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市的众民族 不知道当地的神的规矩 所以 他派狮子到他们中间 看啊 狮子咬死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当地的神的规矩 于是 亚述王下令 我从那里掳来的祭司中 要叫一个回到那里去 他要去住在那里 教导他们当地的神的规矩 于是 从撒玛利亚被掳来的祭司中 有一个回去 住在伯特利 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但各族的人 仍然制造自己的神像 安放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各丘坛的庙中 各族人 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都这样做 巴比伦人 做了舒哥比娜像 古他人 做了逆甲像 哈马人 做了雅士马像 雅瓦人 做了逆哈和他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 他们也惧怕耶和华 所以从他们中间 选立秋坛的祭司 替他们在秋坛的庙里献祭 他们既惧怕耶和华 又服侍他们的神 从哪个民族掳来的 就按照那个民族的习俗 服侍他们的神 直到今日 他们仍是按照他们 初识的习俗去行 他们不敬畏耶和华 行事 不按他们的规律和典章 也不按耶和华 曾吩咐雅各的子孙的 律法和诫命 后来 耶和华给雅各 起名为以色列 耶和华曾经和他们立约 又吩咐他们说 你们不可崇敬别的神 不可跪拜他们 不可服侍他们 也不可向他们献祭 但那曾用大能和身出的绑壁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们应当敬畏他 跪拜他和向他献祭 他写给你们的律例 典章 律法 和诫命 你们要永远谨守遵行 不要崇敬别的神 他和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忘记 不要崇敬别的神 但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必救你们脱离 所有仇敌的手 可是他们没有听从 仍然照着他们起初的习俗去行 这样 这些民族一方面敬畏耶和华 另一方面又继续服侍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子子孙孙 继续照着他们的祖先所行的去行 直到今日